好 离11月29号还有24个交易日 鼠方分析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融资 哇 今年4月份以来最大幅的受生计划 压力真的很大哦 今天的融资是减少29.47亿 重点是融券还增加了5000多张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针对资券筹码面上面 比较异常的个股上面来告诉大家 那我先针对资券的筹码面上面告诉大家 其实在资券面我们对台北股市 比较保守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呢 我说资券的筹码面变化 它会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当股价才刚刚开始成9532点跌下来的时候呢 它一跌融资就增加 再跌融资再增加 它是一个相对弱势 告诉你筹码很凝乱 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里面融资是在增加的 是这一段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一段就告诉你是 它是一个弱势 那第二个部分里面它会遇到什么 它会遇到呢 融券开始攀高 股价还在跌 这个是什么 这叫空方势力的抬头 它是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了 它开始什么 加速赶底的时候会资减 券增 但是你这个券还没有办法嘎空 但是融资来自于 以跌止结 断头性的卖压它会出来 那这就是加速赶底 最后赶底的现象 那到第三个 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才是台北股市的机会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现在的机会在哪里 就融资开始下降了 对不对 我们说现在是资减 卷增 但是呢 有没有嘎空 价还不稳 可是等到资在减 价稳的时候 融券 它开始赚不到钱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就是多方的力道 已经开始出现 那我认为至少台北股市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 是有良性换手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就持续的观察一些 融券增加的个股上面 能不能够价稳 再呈现个嘎空的一个走势 那个时间点就是台北股市呢 多头要开出第一枪的一个时机点 那我们先来看看法说会里面来讲话 有没有机会为台北股市的多头 开出第一枪 其实美国股市就是由 来自于整个一个超级的财报州 带出美国股市的这一波 报复性的反弹 不能够说它回升啊 但至少它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一次直接回升到什么 之前跌破上升趋势线嘛 现在刚好都顶到上升趋势线啊 你看美国股市如果我们看长一点点 的时间哦 我跟大家讲 你把它低一点上面来讲 因为这个图形不够长 如果我们稍微画的话 对 它这样画上来 能够发觉到 它刚好就是回到这个区间 所以就是台北股市呢 在这个时间点真的哦 台北股市面对美国股市的反弹 我们也不会谈 但是希望在未来里面 美国股市因为短线真的涨比较多 碰到这条线 稍微压回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能够抗跌 价能够稳 它就能够慢慢走上 我们说的多头开出 第四枪的一个 所谓的反弹格局的产生哦 那我们拉回到法收会的 个股上面 有没有机会开出这一枪 我说比较重要的是 10月29号 那为什么说 我看到10月29号的原因呢 一个是来自于华雅科 一个是来自于友达 其实持平而论 我们来看看 我的一个内容上面 帮大家追的 我们先来看 三四七次的华雅科 在今天里面是外资 它呈现了一个买超 自营上面留点获利的了结 它第三季 较第二季 其实营收是减少了6% 但是呢 现在里面 我们知道 它是帮美光去代工的 所以它基本上 几乎是完全都是拿美元的 所以它如果没有去采取到 所谓的财务杠杠操作 就汇率上面的操作 完全是自然性的一个操作的话 它汇退的收益 目前市场上面 普遍的预估 是有很大的挹注 所以它第三季里面来讲 预估是1块6到1块9 那这个数字上面就是能够说 虽然我第三季营收是衰退的 但是来自于低润的持稳之下 来自于汇退的收益 我有机会赚到1块6到1块9 挑战 甚至有机会挑战 第一季的1块8毛5 如果能够挑战第一季 1块8毛5 重点来自于 它的上半年 是3.53 虽然第三季里面 没有比第二季成长 第四季是一个淡季 要到明年里面的旧历年 又才是一个旺季 那我们算它的一个 第四季呈现衰退 如果能够赚到3块钱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它会6块半以上 那你现在股价只有40几块钱 相对的它本益比比较低 但是目前为什么市场上面 比较来看这一档个股 除了它本益比比较低之外呢 是来自于说 因为美光对未来的看法上面来讲的话 是认为比较偏向乐观的 美光的财报是如此 那三星也讲了说 我不会在价格战上面来讲取胜 那重点是这一档个股 我们来看近期里面 放资根卷 放资根卷 因为它是少数一档 龙卷已经到达高峰的 是的 龙资开始去做下降的 我们说这个个股里面来讲 算先回补到10月13号 空方缺口的个股 反弹上来压回 现在是再上 所以这档个股 如果能够冲出去 配合本益比比较低的话 因为它是占有指数的个股 而且我们说过 现在呢 因为很多小型个股 它是要以跌指跌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现在主力的买盘没有 业内的买盘没有 你能够依靠的 其实我们刚刚行蓝 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 外资能够买的个股上面 才会有一些的力道 投信能够买的个股 才会有一些的力道 那这一档个股 就是投信跟外资 都有同步买超的股票 那我们就去观察 什么时候 它有一个载空的机会 那如果有载空的机会 就能够带领到一些 筹码比较干净的个股 往上冲 那再过来 我们来看看2409的友达 其实以目前而言 我对友达的期望值 会比群创来得高 虽然对于第四季来讲的话 对群创期望值很高 因为每一次都是 大尺寸的电视 它可能是在感恩节 到耶旦节里面 到旧历年 它的销售的一个旺季 但是为什么 对友达的期望值 是比较高 是来自于第三季 友达的营收 跟它的获利的数字 它是优于群创的 那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是来自于第三季 如果我们看 反托勒斯的民事诉讼 是7.2亿 但以目前的了解 它的第二季 它已经有部分 大概是几千万 它已经事先的认列 所以这个数字上面 好加在 它不是一个小型的公司 它是一个大型的公司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我们预估呢 虽然加上这一笔 但是它的单季的EPS 会挑战今年的新高 那今年新高 就是0.4到0.5 它29号法说 对 所以我说 这一档效果 很重要的原因是 如果它今年的单季的EPS 能够挑战今年的新高 的一个水准 那因为上半年 已经赚4毛多嘛 那再加上下半年 其实以它的股价 它是低于净值的 那我觉得呢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应该这个应该是Q4 对不起 我可能写错了 Q4的营修应该渴望 在持平 或是微幅的 在各位数字里面的 一个机会 那我们来看 2409的友达的K线 为什么我对它的 寄望值上面 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也开始 率先回补到 10月13号的 跳空缺口 回补完之后 有一个拉回 在上个礼拜五 所以这档个股 已经有压回的情况中 配合到支卷的 一个筹码面 因为我们说过 在今天的外资呢 是大买了2万多张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最近里面 是支减 卷微幅的增 上个礼拜五 微幅的压回 但它还是在 相对性的高档 那像这种个股上面 在筹码面而言 历经的洗礼 又率先回补到 空头的一个 所谓空方缺口 那我觉得这些个股上面 就值得稍微去做留意 那再来看看 这个礼拜还有哪些 联电的部分 我可能会跳过去 因为对联电而言 我比较是属于持平 但是它相对的 股价的位阶数比较低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再过来的部分 我们会看到 这个是群状 日月光当然是OK 但是日月光的一个 区块上面而言 它现在的股价上面 因为并没有回补 10月13号缺口 它相对性的是弱 在全子股里面 是比较弱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它细品跟日月光比 的确有被外资 配对型的交易 捆绑住 当你发觉到 外资去卖细品 买日月光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魔咒上面 紧箍咒 它才能够去做解除 那群状的预估值是这样子 群状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第三季比第二季 营收它是微幅的成长 第四季 目前对电视面板的需求 我们借助在逛节 它说的 对电视面板需求人家 但是它的一个 中小尺寸上面来讲 群状跟友达都一样 笔电的部分 手机的部分 它其实是微幅衰退的 所以我们也认为 第四季是维持高档 或计讲各位数字 但你看它的获利于股指 它就比友达 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区块之中 我在跟大家讲 友达在第三季 可能会任务 卖明基材的业外收益 还有会退收益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对友达的期望值 为什么会比较高 原因是来自于 它在之前就已经公告 在第三季就公告 它卖了很多的明基材 这个部分上面 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市场上面比较关心的是 2498的宏达电 其实宏达电 在目前而言 它也是心机齐发 可是重点来了 在最近里面 我们如果从它的供应链 林祖的这样的供应链里面 我会有一点点的担心 也就是说 它当初里面 针对第四季的新的机种 它的出货量是 本来估是在700万台 王董事长很有信心啊 可是在最近里面 它有针对领主件下修 所以在这个区块上面 因为它针对领主件的下修 造成法人也下修 变成它可能是400万台 正负50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比当初的预估的值里面来讲的话 下滑的速度上面是比较快的 像刚刚来讲的话 我们郑华谈到的2002的一家上面 在最近里面 稍微比较保守 你看股价也比较跌的原因 因为它是跟宏达电 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跟中国智慧型手机 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这一类型的个股 本益比都相对比较低 但是宏达电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拉回到它的K线图 它在这边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强势要守住这个价位 所以我们来看一张字卡 我们把在这个时间点 比较重要的法说会的内容上面 来讲的转弱点 全部写在这边 这都是在今日里面来讲 法人有买的 只有宏达电买的比较少 如果在未来里面 这些的转弱点 都能够去做利手的话 那他们这些股票 都能够打出第二支脚 那我觉得台北股市呢 当然就有机会 脾气而泰来 OK 好 所以呢 这个超级法说会呢 有的陆陆续续 在这个礼拜都会召开 对 应该是说 他们是揭开 密集召开的一个序曲 下个礼拜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公司里面 会开始去密集的一个召开 但是因为这些股票 都是带重量 很重的资本额的个股 那尤其是 有达斯人气啊 对啊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他们能够往上冲 即对于台北股市 我们说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的大盘的K线图 台北股市曾经有这一根 跳空缺口对不对 大家可能忘了 它就是来自于台积电大涨 随后呢 有打涨停板 它才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些个股都能够呢 这个时间点台北股市 能够开大门 所以有个缺口哦 也补了 那我们来看看 再来看看0050 0050在最近里面的稍微的弱 这不要以为它弱哦 它是除全席哦 对对对 大家先记住 它是有除全席 配席的部分 所以 那为什么说 我给大家看台湾50 这一档个股 你有没有发觉 它最近这边有量 大盘没有量 台湾50是有量的 所以如果这些全职股 都能够去指纹 这个是配席嘛 那这种情况之中 去补这个缺口的话 那我觉得台北股市 在这边里面来讲 虽然市场上面的气氛 非常的悲观 但有时候呢 它就是黑暗前 黎明的曙光即将出现了 而且治疗白袍症 不用不依它依谁 对因为现在 你如果去买太小型的个股 有时候会有系统性风险 因为头巾躺平了 而且说实在的 到目前为止 我也知道一些主力股 业内股 它在避财报 它是没有办法 一个现实上面的问题 所以下阶段回来 我们台股的行男 蔡振华先 就要跟大家来找出 错沙谷 实在太委屈 等一下 进广告之前 等一发股市 对因为它今天公布一些 经济数字 它并不是太理想 也因为它的经济数字 不理想 才会我们说的 年底之前 才会有欧式的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 也才有美国呢 不会提前升息的可能性 那台股的景气对策灯号 也在今天公布 对 在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字卡 在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台北股市呢 目前看起来还算是OK啦 还没有掉下去啦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在未来里面来讲话 配合契品林务国董事长讲的 可能11月份 减2分 27分 但是是联巴率 我想大户条款 这个部分我们不列入啦 但是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实案问题 这个会对台股 台湾的一个GDP的 一个影响性上面而言 我认为会很大 还有他国对台湾的食品 也开始很感冒 其他的国家 对我们台湾上面来讲的话 本身的品管 它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问题在这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对台湾的一些 食品的一个输出 食品的一个所谓的 扩展到外销的部分里面 我就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性 OK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来找出台股的错沙股 待会儿来跟你一起做功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获得全国防重理想品牌第一名的肯定 所以我们应该比客户更先想到他们的需求 我问你 还有什么是我们还没想到的 为什么还常上来逛MOMO 因为小小手机有大大折扣 还有揪团优惠 让你买到最大的便宜 现在就下载MOMO行动购物APP 大大的便宜你哦 MOMO购物网 你要就谁一起买啊 自己买 只有被温和洗净的义物 才能让小宝贝放心啊 西可丽环保洗衣精 采用清肤洁净成分 洁净好健康 温和不刺激 让衣服就像宝宝的肌膚一样 温和清肤 洁净好健康 西可丽环保洗衣精 她说不用饱 薪水都有限啊 那意思这样子 平常都是靠打养这一家这样子 何库忍受 心形防贷受险 我的世界有一点小 却是刚刚好 刚刚好 遇见最美好 坚持评委 玉拳台湾之美 红葡萄酒 吉品盖 抽好礼 现金五万元 等你拿 即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出了六都 就没有四G 台湾之心 让你走到哪 用到哪 4G覆盖全台 公测好评 满意度破表 台湾之心挑战全台最强覆盖率 T-Star 台湾之心 实案问题连环报 民众人心惶惶 国发会公布的最新九月景性灯号 从二月以来连续第八个月出现绿灯 不过信号判断分数比八月减少两分来到27分 灯号构成的九大项目中 机械以及电机设备的进口值 制造业营业气候的测验点 都由黄红灯转为绿灯 分数各减少一分 出现成长趋缓的疑虑 当然食安的问题会从零售业那边 它去影响了我们食品业 那从餐饮业这边 大家外食量也会减少 这当然会冲击 当然会对我们的消费面 或是对其实从生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甚至从出口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会受到一点影响 众多股民关心的景气灯号投资数 台湾50在2014年表现抢眼 从2013年年底的58.7元上涨 投资报酬率大概还有7.7% 相较大盘一度跌回年初的起涨点 绩效还是比较好 不过专家认为信号的分数 始终无法超越4月份的高点29分 加上灯号连续这么久都出现绿灯 投资人可以考虑先停利 过去的一个比较统计的数据来讲 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做卖出 不过把时间拉长的过程中 其实会我们一直在强调 类似这种0050这种指数型的基金 它的绩效在大多数的时候 都远优于台股的其他的那种基金的一些绩效 中央大学台经研究中心 也公布10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来到82.98点 比9月下降0.18点 台股面临大户条款的争议 走势震荡 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结果为80.6点 下降最大 景气灯号连巴率 不过信号分数下降 台股基本面的成长力道 恐怕暂时出现一点压力 记者邱怡轩刘志胜采访报导 好 时间是晚间的9点18分 好像国际股市的大涨大跌 似乎也成为一种常态 对 最近的话 这个国际股市的动荡非常的大 不过其实如果看内容的话 我想我们台股是更凶悍一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这一次当然下跌 是以这个中小型为主 那原因的话 当然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讲过了 可是难免会出现一种现象 就是说在大家这么恐慌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被误杀了 那我觉得可能的态势跟方向 我们大概举几个思考的重点 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说9月的营收 你创了历史新高 那这个机会就存在了 因为你营收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英特雷这家公司 它是做这个PA功率放大器 9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它的重点在哪边 就是说它有切到这个苹果的身上 那我们来看它这家公司来 看久一点那个挂 对 看久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它之前 这个挂牌以来 它是在一个大区间里面来回相形 那但是我们来讲就是说 你在出现历史新高的营收的时候 是在这个位置 那就不太对吧 虽然说你这张股票的波幅本来就不大 可是理论上来讲 你高水位的话 似乎是应该有机会去 在高点附近嘛 价位跟营收如果是趋近的话 那它的转机是在于就是说 功率放大器 它除了在使用的手机跟3C产品之外 它要打进这个双B的市场 因为大家知道汽车以后 未来就是一台大电脑 那最主要是因为它切到一块 叫防撞雷达 透过它的客户 那防撞雷达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在欧美 你一定是一线的厂牌先用 那后续来讲的话 会不会有其他的厂商做跟进 还可以观察 不过至少就是说 目前来看 9月营收爆出来是OK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形是说 这个我们以光药科为例 那上半年也就是H1 它的EPS跟去年比起来 是大幅的成长 因为光药科它是做这个镜头 当然是以500万跟800万画素为主 那么当然你说如果上千万画素的话 你当然就直接挑战一线了 所以你要说它二线也OK 可是重点是在于 它毕竟是这个有切到手机的镜头的部分 那几个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因为去年的EPS是1块5毛8 1.58 今年上半年已经来到1.25 好 已经来到1.25 所以今天看起来的话 只要你下半年的营收没有出大问题 那超越去年机会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可以说相当的高 那因此的话 我之前看起来的话 当时的价位在60多块 那现在的价格呢 三字头 现在很多都是直接把那个大马对半拆 很多股票都是跌了这个将近五成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来接近前提的部分 会不会有一个反弹 也可以做一下观察 那我们看第三种逻辑呢 就是说你在迎接的是 你这个产业的旺季 那这当然包括钢铁跟航运 那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可以看网通 特别讲一下这个网通的部分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网通 或者是这个航运 或者是说这些厂商 那因为网通这个部分 大家知道这个1111 光棍节快要到了嘛 对不对 阿里巴巴送到美国 第一次迎接的1111 总是要让老外看一下嘛 对不对 什么叫做光问节 什么叫做光问节 老外不是有一个民调去问老外 老外说什么阿里巴巴是什么公司 对不对 对那你这次只要让他看一下 不然我去那边挂牌挂甲的 好那这个就有机会了 所以其实 当然对照在我们台湾最主要的可能 大家就会想到说 像包括这个商店街啦 这个网家啦 但是因为他们基期并不算低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说大家可以持续 稍微做一下观察 那相关的类股的话 可能就是后续看他 有没有机会再站回去 那第四种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后续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题材的 下半年的题材 那举例来讲 这个比方说伊珀拉 它可能就是一个题材 那可能相对来讲 像毛宝啦 或者是说像恒大啦 那之前可能都涨过一大段 那可是因为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题材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先讲概念 后来可能就是要相对来讲 看业绩 所以与其来讲的话 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台湾真正会去抢购那些 所谓不支部商品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在亚洲有出现案例的时候 或是比方说中国 那可能会真的出现 如果没有出现那样的现象的话 至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带动出来金额未必会高 可是这种情形 比方说像以豪展来讲 那七八九三个月的营收也不错 它是在做这个所谓的血压剂也好 电子耳温枪也好 那它有一个重点是在于 就是说耳温枪的这个部分 因为温度计它是检测 你有没有伊珀拉的第一线 它的OEM的这个市占率 是地球全球的第一名 那你如果说全球第一名的话 就变成说你受惠的市场 不见于得失在台湾 所以这一次来讲 就是说为什么 可以看到就八九月的营收 七八九月三月营收 看起来有上来 是不是在欧美的市场上 对耳温枪这个部分需求上来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这种题材也有可能来做一个反应 就是说至少 我们讲伊珀拉的这个题材 除了概念之外 它或许会反映到业绩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四个角度来思考 有没有哪一些股票被错杀 大概就四个条件 现在做第一线的思考 OK 好 那跟大家来做这样研究 到底谁是错杀股 其实大家不妨可以透过财报的一个数字 然后再来交叉比对技术面 然后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为了这个 所有非凡商业周刊的读者 要多上一堂课 这堂课真的很重要 就是极简投资法 就是说在这么多数字公布的同时 你就有点乱糟糟 但是就有一套办法 你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删除之后 能够找到极简的投资模式 这一片DVD我们正在企划当中 只要是非凡商业周刊的读者 你同时都要上这一堂课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上课了 那时间也关系 明知山游虎偏向虎山形 我们来看油价的一个部分 这个太阳能跟油价 有没有关系 这个80 但是明知山游虎偏向虎山形 国内这些业者 包括台达电众龙头厂商 还是要扩建太阳能电厂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在倾斜超过45度的屋顶上 安装太阳能电池可得小心翼翼 这两位是英国技师 做这行已经四年了 但安装前还得拿着平板相机 已一照相记录 丝毫不敢出差错 在事先规划的时候 就已经有知道有这个困难点 包括他们是用瓦片 跟我们传统所认知的这个浪板 这个钢质浪板 钢材的浪板不太一样 他是新日光旗下 勇望能源全球盖电厂的高手 Erik 这回能够成功攻占英国人屋顶 他是大工程 随着台湾这个所谓的 保证这个收购价格 能够这个价格节节降低 所以一样的投资 那如果说一样的成本 到海外来的这个收入 如果相对更多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回报是更高的 台湾太阳能收购费率偏低 造成劣币驱除良币 业者只好出走 而这个英国屋顶型电站 是勇望海外布局重要的里程碑 这里是英国的第二大城 曼车斯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许多这个可爱的小房子 包括有这个一层楼 还有这个两层楼的建筑 在这个社区呢 这样的房子大概有两万户 受到英国能源捷径政策的推动呢 许多人是在屋顶上 盖起了这个太阳能的发电系统 2009年成立的勇望 短短时间就挤身 台湾太阳能系统龙突厂 在国际颇有声望 我们明年大概规划这边 会做到60MW 所以我们蛮看好这个市场 特别是物顶性的 勇望执行长苏元良说 随着美国规划建置30百万瓦 日本可能建置20百万瓦 英国南非等地约60百万瓦 明年总装置量要增加60% 没挑战 而且你看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到全球可以去做 这是leverage我们台湾的一点resource 然后应用全球的这个更大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这个project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国外盖一个电厂 报酬率约10%到20 拥有太阳能电厂如同作用金矿 还可以保证20年内稳定收益 我们看到这个屋顶的装置 清一色都是多金系太阳能电池模组 而这边安装的这个角度 一定要是面向南边 看到这边每一户每一个屋顶 一天大概可以发8.5度的电 天天有发电 等于天天收现金 因此不知新日光动作频频 太大电也传出 将斥资台并3.4亿 在日本盖太阳能电厂 友达说和也积极抢进 不过业者也说 电厂生意不会一息致富 但绝对细水长流 类似日不落地国 我们从美国东岸西岸台湾 然后日本台湾菲律宾 一直到英国 所以只要有太阳光电话 我们都有在收电价 因此对这群 专盖太阳能电厂的人来说 地球上有太阳